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果 现在咱们来到龙眼地 这个是宝石二号品种 今天是二叶四号 这是宝石二号品种 已经来花了 大家看一下 宝石二号也是清甜的 个头的也有15克左右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上次我们看了它挂果 哇 一串一串的 这一好看 一串果有两三百地果 要输一下果才行 输一下花才行 它真的很好看又好吃 很松松软软 像它的口感 那个肉质啊 有点像糯米糍那种 哇 软软了 又清甜 甜度的话也有20 21 还算还算可以吧 我们储粮的话是23 所以它甜度也不算太差 就算属于清甜类型的 现在已经来花了 大家看一下 红点还是蛮多的 大家看到了 但是它长烧比较慢 我们是八叶修剪的 出一批烧 一批烧就来花了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话基本上冒的这种都是花芽 像那种红烧的 不知道能不能烧上花 看一下还是比较老熟的 叶子的话也还可以 架结成活力也是蛮OK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架结的 架结果 这个品种 哇 一串一串的 当时 当时是那一棵树挂 蛮多的 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品种的话 我是比较值得推荐种植的 这品种的产量可以 挂果又好看又好吃 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OK的 看一下 但是我们这里量也不多 就五六棵树 像这种红烧的 不知道再过一周两周 半个月后看能不能烧上花 像没有出来的那种就比较好一点 当时是那一棵树挂的满树都是 现在有点弱势 只要不能挂太多果了 它一串串垂下来 像这一棵 你看今年的话 肯定是可以的 这个品种的话 也是比较优异 也比较好 我个人感觉 这个品种 有一个 有一个 好处 就它是 比保持一号 还更加挂果更多 果脆果串 更加好看 更加好吃 但是它有一个切点 容易裂果 跟糯米池差不多 很容易裂果 只要你下雨多了 第二天全部裂了 那一整串 一整串 本来它有150粒果 它可以裂100粒果给你 最好剩50粒 或者剩二三十粒 只要下雨多 它容易裂果 所以这个是个切点 很致命 这个切点 裂果的话这么严重 看这么多龙眼 我靠 我看这么多龙眼品种 只有这一个品种 容易裂果 所以说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要种多 这个品种的话 虽然它果碎果串 哇 好看 又大个 又好吃 但是它裂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宝石 3号 我们一个个走一遍 只要开花了 咱们都拍视频 都介绍一下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